這樣子 所以要來問一下冠任醫師 就說是不是有的時候病人 其實自己已經有一些 危險跟猝死的這些徵兆 然後可是自己卻還不自知 該去醫院急救 在講這個案例之前 那我補充一下 如果去區分正常的生理性水腫 跟下肢靜脈栓塞的 第一個最大差別就是說 生理性水腫 就我們講回去 大家工作累回家 都會有點水腫嘛 對啊 腳腫腫的 兩隻腳都會 然後而且你通常隔天起來會好一點 會比較不明顯 就是它的幅度是很少的 對 但是如果是真的 像志偉兄剛剛講的那種 下肢靜脈栓塞的 第一個它會浮腫得非常嚴重 而且它是單邊為主 它會你很明顯發現 那它的腳痛也會是單邊的囉 對 它就是某一隻腳塞住了 所以它另外一隻腳會相對正常 但是有問題的那隻腳 會腫得很厲害 然後會很痛 不是冰冷 是溫熱的 所以你會覺得兩隻 是非常大的不一樣 而且不會因為你隔天醒來 就變好 就好 如果是真的到這種程度 其實就是真的有問題 就要趕快去看醫生了 就代表說可能不是單純生理性水腫 所以這也是一個警訊 對 那至於我要講這個案例 是另外一個疾病的警訊 它也是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它是一個二十出頭的男生 小男生 它是大學生 那它的狀況是這樣 它其實從大概國中開始 它就覺得它去做一些活動 譬如說那個 這個學校什麼運動會等等 然後或者體育課 它去做一些活動 它就覺得它有點喘 然後因為老師也會擔心 就是說那不然你在旁邊休息 它其實沒有做太多的活動 那到了二十幾歲上大學之後 有一次是因為 那個就是也是校慶 大學的校慶 那他們班上要辦一個活動 類似競賽性的活動 所以他們就在預言就對了 預言的時候 他就必須真的要全力去衝刺 去跑 結果在跑 超常跑 跑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他跑到一半就 越來越沒有力 越跑越慢 然後就 因為現在很多大專院校或公共場合 都有AED 所以當下打下去 他們發現他沒有脈搏之後 其實老師就趕快 去叫人家去拿AED來 AED就是自動驅占器 一放上去 果然就是所謂的VT 就是 致死性心律不整 所以趕快就給它電 電了之後 其實那個小朋友就 就馬上醒來 跳一下就醒過來 但是還是馬上送去醫院 因為這是很嚴重的心律不整 對 那後來我們 就是幫他做一些 深入的檢查之後發現 他的心臟超越波 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心臟的膝肉層特別厚 肌肉層特別厚 這個叫做肥厚性心肌病變 這是一種 算是比較少見的遺傳性疾病 左邊這個圖是正常的 對 正常 我們心臟的中間有一條 就是那個箭頭寫的心室中科 正常是這麼粗的 那所謂的 肥厚性心肌病變的人 他的心臟的厚度 會像右邊 會這麼厚 就變得這麼厚 所以它會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擋到一個血管的開口 這個 對 對 正常血液要從那邊上去 所以你看左邊正常的土 它的路是寬 正常的 但是右邊那個土 因為它的中間的肌肉層太厚 所以厚到時候 它會擋住出口 那是心臟連接主動脈的開口 如果那邊塞住的話 主動脈完全沒有血流 主動脈完全沒有血流 你腦 腎臟 腸胃 腸胃道 全身器官 通通沒有血流 就是打下去就是猝死 而且它的外觀看起來沒有變 所以它是從外體型 也是看不出來的 對 這個是遺傳性疾病 國外有統計 就是我們有時候看新聞對不對 有時候 這個這幾年有時候看那什麼 年輕的什麼短跑選手 跑跑突然打下去就死掉了 這種很多運動員的猝死 國外有做統計 這種 真的喔 對 所以像這個弟弟 後來我們確定是這個毛病之後 第一個就是要先做一個手術 就是想辦法把中間那個消保 是 但是畢竟這不能完全 完全恢復到正常 所以我們額外要放一個叫做 那它會隨時監控你自己的心跳 所以如果沒有了 對 一旦 對 如果一旦你又發生 像你那天跑步一樣 突然又開始心律不整 嚴重的心律不整 它會偵測到就 它幫你電機 重電 對 因為它現在的狀況 就必須要重生化 所以如果有人發現說 自己在運動或是行徑中 有異常的喘 其實他可以去檢查一下 自己的心臟有沒有這個問題 讓他及早做處理 喘 然後 而且我們講的是說 稍微活動 就是只要一動就很喘 甚至有些人嚴重到會暈 因為你腦部血流減少 你就會暈缺 吳雲是有些人 不想運動的藉口 我老公就是這麼罷我的耶 因為我隨便動一動 我就說好喘喔 我老公都說你很誇張耶 叫你運動不運動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插穿 因為它如果是遺傳 有關係的話 對啊 就是其實結構上是看得出來 哪裡出狀況 不過有一個狀況是說 因為其實台灣偏頭痛的人很多 然後像我也是一直有 頭痛狀況的人 可是那時候我 追動脈破裂的時候 我也是會異常的痛 可是那個異常的痛 你會痛到覺得 有一點生不如死 就是會跟平常 然後你吃止痛藥是止不住的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已經 再告訴你有警訊了 你的情況 可能是這個追動脈玻璃 不至於破裂 如果玻璃也大量出血 那個可能就會出很大的問題 那我這邊有一個病例 他大概是大概 三十五歲的一個婦女 是 那他也是常常頭痛 常常頭痛 然後他有一次有發生了一個 劇烈的疼痛 非常劇烈的 好像被雷打到一樣的痛 可是他仗著他自己年輕 然後 我那時候也三十幾歲 都三十五歲 他生了四個小孩 他覺得他身體很健壯 對不對 所以他就去藥房 拿了一些止痛藥吃一吃 之後也不痛了 所以他就沒有在意 可是過了幾天之後 又再一次的劇烈疼痛 可是這一次是 然後之後人就昏倒了 那他趕緊就是送到醫院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發現 電腦斷層就可以造出來 它是 那也是暗示我們血管的問題 那我們再進一步 做這個血管攝影之後 發現他的這個前交通動脈 有一個 是因為這個破裂造成的 對 那我們趕緊去幫他做一個 這個動脈瘤夾臂的手術 就成功的就把它揪回來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後遺症 那所以以這個案例來說的話 其實他之前就會產生這些疼痛 劇烈的頭痛 這個我們叫做 滲漏的時候會滲漏出血來 來刺激我們的腦 對 血管跟腦膜 我們腦本身是沒有疼痛感覺的 是有這個滲漏之後 才會產生劇烈的疼痛 所以他這個其實是給你一個徵兆 跟你講要出大事了 你要趕快去處理 對 結果他沒有去處理 其實那個頭痛真的不是一般的痛感 你會覺得 剛剛醫生形容得很好 但後來就是轟大事的痛 真的好可怕 我們都是形容說是被雷打到 可是當然我們沒有被雷打過 也不曉得是怎麼樣的痛 那在台灣 我們大概是每年 每十萬人有十二個人 會發生腦動脈瘤的破裂 所以以台灣兩千 那其實比例也沒有很低耶 以台灣兩千三百 大概六十萬人左右 然後乘以下去的話 一年大概會有 兩千八百二十八個人 會因為 腦動脈瘤破裂 而且我們這醫師算數好好喔 他心算怎麼沒有算 他算好快喔 好可怕 兩千 因為這個數字很好記啦 他也是算過了 剛剛夾算 剛剛 所以你說有動脈瘤人 都有這個風險是不是 有這個風險 而且這個破裂之後 他其實 來不及了 有三分之一 在過程當中就死亡了 剩下三分之一 有接受完整的一個治療 所以我算很幸運的對不對 因為我還坐飛機 因為飛機有那高壓 壓力的改變 對 白話地說 這樣的病人 只要動脈瘤一破裂 他其實只有三條路 一個是當場死 一個是送到醫院死 一個是 你怎麼這樣 所以當你有這個 前面的這個徵兆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要 教育民眾的 對 因為大家現在止痛藥太方便了 所以頭痛 哪裡痛都推一顆止痛藥 但是很多人是檢查出來 有動脈瘤 是不會痛的 他是好好的 對 那個沒有破裂 所以他有些 我們有高階健檢嘛 現在其實很多藝人都有 這樣的去做健檢 然後有發生 就跟他和平共存嗎 我們要去評估他 血壓 有比較大的 血壓要控制好 但這個時候你三高的控制 就要控制得很好 對 然後如果說是可以 去做一些處理的 可以先用血管內的痠塞 對 不用鬥到大手術 對 所以對於一些重症 我們還是要教育民眾 不要把它當成輕症去處理 那我分享這個先生 他是牙痛 半夜來 那 那時候半夜計程室 還是像菜市場一樣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處理 很多外上的病人 那個先生來 非常的體貼 我們醫護人員 他來說醫師 我牙痛 而且我知道就是 現在半夜 我牙痛我只要止痛 因為我們大概不會 在半夜有牙科來會診 來幫他做 舉持的一些處置或什麼 他自己也知道說 你給我一支指頭號 我就回家 對 他 那他還算 他還有去醫院 要不然一般 不是自己去藥房 因為他真的是痛到受不了 他覺得牙痛 真的是不舒服 那他就半夜來 我要一支指頭號 就回家 你幫我打一支指頭號 就回家 可是我其實沒有看過病人 或真的評估過 我通常是不會 直接相信病人講的 所以我說你先等我一下 我評估完我再跟你打 他就很不耐煩 那我處理一個段落之後 我就去評估他 我說那你哪裡痛 他說這邊 我說哪裡 這邊 你指給我看 哪個地方痛 因為通常你牙痛 甚至牙齦發炎 你一定會有一個 很明確的疼痛的地方 可是他就是說不出來 他說我就是下巴這裡不舒服 下巴這裡 這感覺好像整個下顎都在痛 對 我看著他這樣子的年紀 雖然他沒有什麼慢性病 但是我想他的生活習慣 大概不會很正常 我就跟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讓我做一張心電圖 我就幫你打止痛症 還要跟病人談判條件就對了 先講好 因為他就是覺得他就是牙痛 他打止痛藥他就要回家 他不打擾我們 他可能太痛了 可是事實上我真的覺得 他不是牙痛 甚至我擔心他是一些 像心肌梗塞的專移疼痛 我說那你讓我做一張心電圖 我確定你正常 我就幫你打止痛症 後來他就嘴巴念念有詞這樣子 我們就讓他躺床做心電圖 就一座 心肌梗塞會下巴痛 對 它是一個轉移疼痛 我遇過肩膀痠痛的 我也遇過左臂麻痛的 但是 你今天一直說你左邊肩膀痠痛 因為我一直轉這裡 還是右邊 還好在右邊 其實你會轉痛啊 或者是壓痛你都不用擔心 那種通常會合併 你真的是胸門不舒服 還有其他的不舒服狀 所以我看到是 我一看到心肌梗塞 急性肌梗塞 所有的護理師聽到我這麼一講 大家就開始動作 因為這是時間急增 對 沒錯 他都還沒來得及反應 我們已經開始在找他 打點第二個短路 有人已經在拉他褲子 他就會覺得說 我不是牙吐嚕 你幹嘛脫褲子 首先他先莫名其妙 那你知道我們這種 我們會先幫他做一些 心導管型的準備 就是我還在解釋的時候 會心肌梗塞動作 因為我們要搶時間 心肌梗塞也很緊急啊 因為我們要從屬西部 可能會做導管 所以要刮他的毛 對 褲子拉起來要刮 他就開始反抗 他說醫師你在幹什麼 那還好是個男生對不對 如果是女生 就會覺得說 現在到底是什麼 這有牙痛在刮我的毛 好奇怪 那我們就解釋 他就當場是很抗拒 因為說醫師你有沒有搞錯 我先牙痛 你不幫我止痛也就算了 還要刮毛 還硬要我做心電圖 現在怎麼 你說我心肌梗塞 要刮我的毛 他真的整個是非常抗拒 不過後來還好 他太太趕到了 那我跟他太太解釋之後 他太太趕快去跟他說 那他大概跟衛醫師一樣 尊重太太 所以太太一到之後 他就好了 你有必要請你這樣下去 今天還要誇獎自己 這梗塞得好笑 你講的是衛醫師的衛醫師 沒有 今天有背後禮 所以他就配合 就是我們做了處置之後 就 但是他 也不知道運氣好或不好 我們很快地發現 可是他要送導管室 我們還沒下電梯 他就致命的心力不整 又推回來 做了電擊 後來是在急診莊葉克膜 那莊完之後才去做行導管 不過後來他真的是運氣很好 我們就說急救像戀愛 你在對的時間內 遇到對的人做對的事 你就會活 所以他後來是有存活下來的 所以是康復出院 對 對啊 我也是我覺得 你們都會很有福報 真的 所以我先跟大家說 大家要即時行樂 真的 對啊 因為你不知道 即時行樂有需要即時到 每天跟老婆告白 施愛你 真的 還要佔用我們的公頃 急救還像戀愛咧 好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